那浑厚的声音 让坐在一边的许念念 都能感觉到了颤动 许三鸭的肉都在抖 你个浑犊子 还第二春呢 你有那条件吗 老太太毫不留情地 打击许三鸭 仿佛被许三鸭气到了 抽了口气 你早干嘛去了呀 当初要死要活的非要价 现在孩子那么大了 你还闹上了 你男人不是第一天 瞧不上你家 你不知道咋地啊 那我咋办 许三鸭知道老太太 说的是实话 但是心里堵着一口气 反正我就是不和她过了 老太太看许三鸭 始终蹦着脸 叹了口气 这魂不吝的东西 咋还不听劝呢 心知自个闺女的脾气 这个时候 和她蹦着脸说没用 只能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娘不是不支持你 也不是不看重你 娘是觉得呀 既然她待你好 你就好好地跟她过日子 你没出息 再想找个像杜志文 对你这样好的男人 这辈子难了 妈 你咋说话的呢 徐三鸭不悦地反驳 前面还挺好的 后面咋那么像在骂她呢 啥叫她没出息啊 你娘说的是实话 到了你这个年龄 就别折腾了 志文只要对你好 没犯对不起你的事 你就给我好好兜着 该咋过还咋过 到了这把年纪了 你要是再找个男人 不是瞎的瘸的 那也是个二婚的 半路夫妻 哪有原配的贴心呢 你听娘的没错 老太太苦口婆心地说道 对许三鸭 算是这辈子最大的耐心了 许三鸭听了许久 觉得也是这个理 实际上 她也就是想离婚 还真没想找第二春 只是想忽悠老太太 没想到 老太太还给她上思想教育课 许三鸭撇了撇嘴 回头看向许念念 念啊 你说小姑到底该咋办呢 许念念抿了抿唇 我觉得乃说得对 要真说实话 无论是许念念还是老太太 对杜志文都喜欢不起来 开玩笑 被人嫌弃到脸上来了 他们还能贴着去喜欢 那就怪了 只是对于许三鸭来说 杜志文确实算得上好丈夫 既然身为丈夫 他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 这事 也就只能就此接过 毕竟 日子是许三鸭和杜志文过 而他们也不希望许三鸭过得不好 最重要的一点是 许三鸭对杜志文 还有感情 夫妻之情 说断也容易断 说难也难 杜志文这种程度 还没有犯到许三鸭 心肩肩上的错误 再大的气 迟早也会消 许念念 其实很佩服老太太 她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母亲 更是一个合格的丈母娘 不会插手闺女的婚姻 只会引导性地疏通她 更不会因为自己的喜好 就阻止女儿的幸福 这样的母亲 别说是八十年代了 就算是后事 也只有极少部分能做到 老太太的思想很简单 她只考虑女儿的幸福 老太太这样说 许念念也这样说 许三鸭一时间迟疑了 拿不定主意 思想也开始动摇 她干巴巴地咧嘴道 娘 那我咋办啊 现在回去吗 见她总算有些松动了 不再犯魂 老太太又恢复了 虎姑婆的嘴脸 又一巴掌甩到她背上 没出息的玩意儿 去啥去啊 等她来接你 她要是不来接你 你也甭回去了 离婚 啊 这到底是希望她离婚 还是不希望她离婚呢 是她脑子不够聪明吗 徐三鸭没听懂老太太的意思 许念念倒是挺明白的 小姑 奶奶是让你做事不要冲动 姑爹没犯大错 你别动不动就说离婚 但是 咱也不能把身段放低了 等姑爹过来接你 不过 姑爹骂奶奶 这事确实不对 回头姑爹要是来接你 你可让她好好认错 有些事情 不在意是一回事 但是你都已经说到明面上来了 就该好好说道说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